MyRadio二台 有鬼鼓、娛樂、女人節目 財經節目都好像放在二台 我一台 兩個台真言鬥禮 希望蕭先生這個超級網站計劃可以成功 然後他發達 他發達 我們希望MyRadio可以多些硬件 所有做節目的人都有工資 希望他最重要 你發了財 個個都要支人工 包括小弟在內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但是在現在的過渡期 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令到有時下載都會出現問題 令到小弟的收聽率一刀下降 我都有聽這個潘兆聰的節目 不太適合我聽 為什麼不適合我聽呢 第一,我是一個基督徒 你看我的樣子很醜 但是我也是一個頗虔誠的基督徒 我只信一生 對於這些怪力亂神的事情 我未至於心虎痛絕 但是很不相信 當然我也會相信 有些所謂靈魂 或者鬼我也相信 那些所謂邪靈 我也相信 但是 對於這些怪力亂神的事情 我興趣不大 但是這些節目又很吸引人 講到言之作作 我以前都記得 偶爾也有聽聽這些節目 Cyber 初初也有個 講鬼故的節目 那時候我記得 找過什麼人來講呢 其中一個是羅蘭 蕭先生很厲害的 因為羅蘭專扮鬼 或者做那些 那些靈異電影 他肯定有羅蘭粉的 所以蕭先生那時候 找了羅蘭姐 來做那些講鬼故的節目 在Cyber的時代 所以 這次有一個這樣的節目 我又不覺得很奇怪 恐怖再善 據說 在另外一個台的時候 很受得 從今麗拼這位 判大哥過來 來支持這個節目 我聽了一晚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喜歡聽 但是就不是我了 那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就是四川的地震 當然要講 用什麼角度來看這些問題 我想先講一件事 最近有一張報紙 不用我開名 我叫做生愛日報 就有些專欄 講天顯 其實我在街上 都撞到一些反共犯到瘋了的人 這些天顯 共產黨作樂多 所以天顯 就是這樣 我覺得 作為一個人 就是人類的一份子 見到這個四川大地震 這種所謂天然的災難 死傷淡靜 愛紅便宜 就算作為一個人類 你都會有物相其類 這種感覺 是不是 大家同類 你看到他這樣受苦 你作為人 是不是 英文叫做human being 你都會有一種 所謂物相其類的感覺 今時不同往日 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要二十幾三十年之後 才告訴你 死幾多人 今時今日 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 中國又向外開放 不是以前鎖國閉關自首 是不是 互聯網又這麼發達 你可以中央電視台拍一些溫家寶 很有溫情 摸住小孩的臉 然後被一枯 真是負他管理他們的生活 真是負他管理他們的血史 你看到 總理 這種所謂親和力 還有對人民受難的那種欲緊 從這個電視畫面看到 都會覺得溫家寶真是不錯 張文港也寫了一篇 說他君子 當然我們不會懷疑 溫家寶當時的感受是真心的 還有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見到人民首富 當然要感同身手 這個我們一點都不會懷疑 但是去到哪裡 中央電視台的攝影機都對著他 好 阻礙了 隔了兩次就可以了 你可以坐鎮在四川這個民村縣那裡指揮狗塞 但是不用在中央電視台看到的畫面 都是溫家寶拿著 那個不是叫大聲功的 沒聲的 基本上是這麼小的抗音器 但是除了CCTV這些畫面之外 你可以從互聯網 從其他的報道 從其他電視台的畫面 看到另外一些 所謂的哀雄遍野 山崩地裂 搞到頹喚敗啞 很多小孩躺在牙齒裡 這些鏡頭 你可以從CCTV以外那些電視的畫面看到 顯示了今次 就是說中共沒有限制到境外傳媒進去採訪 這個比今年年頭華南地區的雪災 發生了之後交通癱瘓 很多人流離失所 然後呢 對那個傳媒的限制 以及官方的反應都是比較慢的 跟今次比就是奧元 五月十二日發生地震 五月十三日 溫家寶已經去到現場了 所以就是說 平程而論 即是中央政府的反應 都是比上一次的雪災快了很多 那些地方官又不敢怠慢 畢竟真的是人命關天 當然有很多人 又會提出很多不足 救援技術落後 官僚架構的系統 令到救少很多人 這個就是大家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況 比較了解的人 都往往都會有這種擔心 甚至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平程而論 即是今次那個反應 是比對上一次應付那個雪災的時候 是快了很多 但是偏偏有些人 即是反共反都索了 就說天險 這個問題其實是不需要去討論 在此時此際 你去講天險 那你是代表你 即是故作驚人注意 引人注意 即是說我們很冷靜的 我們不會 即是因為人命傷亡這麼多 然後我們就會 即是 跟你們的人一起 即是這麼感性的 是吧 即是做新聞 有一個所謂medium cool 即是 要跟那個受難的民眾 保持距離 難道跟他們的舖頭吐空 那怎麼做新聞呢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不能這樣做 是吧 你不能冷靜到 天險 天險的潛台使者 抵他死 喂 你可以天險中共 你可以像法輪功那樣 經常在那裡念咒 天滅中共 但是怎麼可以天險人民呢 請問